我们黄岩发掘测土的赵博云墓的辐射 它这个丝制品的品种齐全 辐射的制品 丝制品的辐射的品种也比较多样 所以可以从这个方面来证明 我们当时的浙江是一个丝族制造业 制造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 所以从而从文物的方面去证明 这家当年就是师徒制服 这么个美誉的一个食物主政 在南宋时期 黄岩县城的西门外 是当时的商业街区最繁华的地方 公元1196年 黄岩笑柳桥被大水冲毁 乡生们请求赵博云出资 重修了一座桥 新建的桥命名为五栋桥 桥的规模是圆满的石墩 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初心条件 据说衣着讲究的赵博云 时常会站在桥头 遥望中原故乡 1216年 赵博云病逝 后人把他与妻子合葬在现在的前郊村 而他墓中的这些丝绸服饰 为后人研究南宋的历史文化 以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路征 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新的时政 也为大家还原了一个八百多年前 真实的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